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新的 機械 白虎跟黑狗的雙搭配 傷害怎麼樣好不好 這隊的組合是新的喔 我們搭上了日月狼 希望傷害可以往上提升 希望啦 喔喔喔喔喔 傷害很狂 九風有點 九風的關卡有點承受不住的這個傷害 操守魔神比這隊強 別說了操守魔神是那個欸 操守魔神可是零十抽卡怎麼比啊對不對 這隊需要十抽欸 之前啦 需要十抽的卡怎麼拿 沒有 沒有十抽的卡去比對不對 這強度完全不能比啊 一個要花錢一個不用花錢欸 然後你就發現 為什麼我不用花錢的還比要花錢的還強 你就發現這遊戲就是一個字 佛心 對 永遠就是為玩家著想的一隊 一個隊伍 很溫馨 好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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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你看那兩隻青龍打的多厲害 那個傷害 一個字 佛心 兩個字 兩個字 真的好厲害喔這隊 有找回當初那個2.5倍的Berry的感覺了嗎 有 找回那種無力感了嗎 有 我 真的猛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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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燒起來燒起來 看這生意喔 一千三百萬 什麼鬼畜傷害 厲害了我的狗 厲害了我的黑狗 厲害了我的狗有點怪 然後這對攻擊珠子主要落在光暗珠跟星珠身上 所以大家可以努力的消這三種珠子 哇這樣機械特性真的是有點溜耶 我的黑狗回來了嗎? 2.5倍重返榮耀了嗎? 果然就是配對的問題耶有配好你看那個傷害整個差很多 第五關 有沒有是不是猛猛的猛的 這對的配對概念非常簡單就是 青龍會讓雙隊長都機械植物會增加2.5倍的Berry 然後我們剛好這對呢當你行動值到100%的話 雙隊長會有額外2倍的增傷 所以能讓這對的傷害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所以我們就配上了雙青龍 讓整體的倍率可以在一個穩定值之上 增益就開青龍 左青龍右白狐 欸不對這邊是左白狐右青龍耶 好多狗狗 感謝KA的港幣15塊走內 我們終於打到這麼久終於嗨起來了耶怎麼辦 太猛了這一隊 太狠了 絕對是 沒事 這隊太狠了 各種結板各種屌打 很難想像上個禮拜黑狗還在背包裡面 帶氧氣罩 現在終於出來見客了 是不是 我看一下他只用技能是什麼 好 來打一波打一波 小星星 有沒有是不是你看這傷害天哪 一波打過去 第八關 猛真的猛 這個傷害真的是 打到期望值之上 我們有沒有對他期望值大概只有這樣 然後現在實測完大概 增加0.5倍 比實測值 比那個想像中的期待值多一點 猛猛猛猛猛 以後這隊就是 這是娛樂隊了 我是說很實用的隊伍 對 有兩隻糖 灌下去他的傷害 有沒有是不是更新了 為什麼更新啊 沒沒道理吧 先打這隻CDE的好了 比較兇 有了啦是不是 剛剛小意外 小意外 接下來呢 讓你看看什麼是真正的 什麼叫做真正的 6.25倍 沒有啦現在不是6.25倍 現在很多倍 這張龍科 哇 我我我 期待看到總商 我看他轉得好爛喔 剛剛那個可以 9combo首消的說 不過 這裡就證明了 我亂轉的話 如果傷害很很高的話 就代表說這隊的實戰能力是有的 4萬分的龍科分數 有嗎 會過嗎 這傷害 天哪 單張兩千萬耶 這個 這個比龐貝強 你是腦袋被撞到是不是 我是說 嗯 感覺是 有龐貝的十分之一強喔 有 有追上龐貝的尾巴 好 行 行